甘硬化 一个改变就是说 我的腹水下去了 第二个呢 我的病情也好转了 我该走就走上槽舌 溜落下来 究竟是什么让他重获新生 可怕的甘硬化 又是否真的能够得到治愈呢 天天见一面 邀请权威专家 带您走出甘病困扰 健康生活从早前开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见一面 每当一谈到甘硬化 大家都是谈之色变 认为这是不治之症 那这个甘硬化 到底能不能治疗 应该如何治疗呢 今天我们就来谈论一下 这个话题 做客我们眼眸间的嘉宾呢 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21医院感染科主任 徐玉琴 徐主任 徐主任你好 你好主持人 徐主任 那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甘硬化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实际甘硬化 应该说是一种常见病 也是一种肚发病 它是呢 用多种病因引起的肝脏细胖 迷慢性的变性坏死 形成纤维化的一种晚期的一个慢性肝病 应该说临床上呢 病人可以出现黄胆啊 腐水啊 肝昏迷啊 消化道出血啊 自发性浮沫炎呢 等等这些病发症 可以说如果得了甘硬化 尤其到了世代长期 那么它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肝病呢 老师我们都知道这个甘硬化是一种慢性疾病 那它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呢 甘硬化是多种病因引起 在我们国家最常见的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病毒性肝炎 包括乙性肝炎 丙性肝炎 其次呢 就是喝酒引起的酒精性肝炎 另外呢 还有这个药物引起的 还有呢 基础性肝炎引起的 最后呢 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肝病 包括原发性打质性肝炎啊 这也是一种自身免疫引起的一个病因 那我们这个甘硬化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吗 可以这么讲 如果是有乙肝或者是饼肝 引起的这个甘硬化 那有相当一部分病人还是有传染性的 那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乙肝 甘硬化 肝癌是三部曲 那是不是说换了乙肝 而且是这个病毒 不是病毒携带者了 已经是乙肝患者 一定会变成甘硬化的 可以这么讲 如果要是乙肝 就是发病的病人 就是活动期的病人 在不抗病毒治疗 不系统治疗的情况下 他可以说就是三部曲 已经肝炎 肝硬化 肝细胞癌 但是呢 现在经过系统的治疗以后 那么可以大大减少 患肝癌的这种几率了 那我们这个肝硬化 对身体造成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应该说到了肝硬化 尤其时代上期 病人可以临床出现肝昏迷 消化到出血 甚至自发性服膜炎 这些病发症的出现 都会有时候是致命的 尤其消化到出血啊 是有时候可能万万很快 就导致病人一个死亡 那我们这个肝硬化到肝癌 这一个过程是怎么一个过程 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来讲 应该说一个乙型肝炎 发展到肝硬化 发展到肝癌 它是有一个疾病 一个进展的过程 尤其呢 现在这个研究表明呢 这个乙型肝炎病毒 和丙型肝炎病毒 它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预测肝癌的发生因素 也就是说 病人病病毒含量 比较高的这种病人 那么他得肝癌的机会就比较多 甚至有一部分病人 在乙型肝炎阶段 可能没到肝炎化 他就可能突然癌变了 所以呢 对于这部分乙肝和饼肝 这部分病人 那么要及早地进行抗病毒治疗 那在采访中呢 我们也认识了一位患者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他的状况是怎样的 59岁的杨先生 是一名老肝病患者了 由于当初对病情的不在意 竟让他遭遇了一次生死结 我那个皮大 皮大呕血 呕血以后呢 把那个皮打下去了 和我们地方 摘下起来以后 就是发现肝就有病 我病也没当我事 他也不疼 然而让杨先生 万万没想到的是 并没在意的肝病 竟然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十月份前 犯病以后 就不断地那个 呕血 呕血 他往病院跑 就是肝昏迷 肝昏迷就没人了 血压上不来了 零 就是说不动 必须得出血 经过医生的权力抢救 杨先生的命算是暂时保住了 然而当地医生告诉杨先生的家属 杨先生患的干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 最重的时候 那就是绝望了 最重的时候 他就是 你说裤带挤不开 也挤不上 不会了 这拉锁 挤完裤带 我这拉锁啥 怎么会拉 重度的干硬化 让杨先生的全家陷入了绝望 那么究竟会不会有什么好的方法治疗干硬化 杨先生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在短天中呢 我们采访的那位患者呢 他已经出现了呕血和昏迷的状况 那薛老师 这个是不是已经到很严重的地步了 实际是这样的 这个病人呢 在当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肝昏迷 出现一个消化道出血 应该说到了这个阶段的话 病情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确实处于一个危急生命的一个状态 那他这个已经属于比较严重了 那比较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轻的时候 因为干硬化呢 咱们谈 他比如说代常期的时候 比如说干硬化早期的时候 他只是肝工的改变 或者是那种血管白包的一个降低 门外高压也有轻度的表现 但是他没有出现一个严重的并发症 比如说消化道出血啊 浮水啊 还有这个肝昏迷啊 还没到这个状态 轻的时候 如果要是早期介入 就是系统的一个抗病毒 加上抗纤维化治疗呢 那往往这部分病人的话 病情都可以得到一个控制 甚至干硬化呢 还可以得到逆转 老师那我们看来 就是这个早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早期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什么样的手段来检查呢 早期如果一个慢性乙型肝炎的病人 那我们建议病人一个是发病的时候要系统治疗 如果是在稳定期的时候呢 应该到医院定期的做检查 比如说三到六个月要到医院做一下生化学的检查 影像学的检查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法国的就是这个机器 是一个无创的一个肝脏的一个硬度检测 那么它可以直接就可以撤出肝脏硬度和纤维化的程度 那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有很多的小广告 报纸包括电视 去除疫情肝炎 去除肝炎化 一步根治 他们这些所谓的一步根治 您感觉可以吗 实际是这样的 目前呢我们讲 病情肝炎是可以治愈的疾病 如果经过系统的抗病毒治疗呢 那它可以百分之七八十的病人可以临床达到治愈 如果要是乙型肝炎呢 现在讲就是可以治疗的疾病 也就是说经过这个个体化的系统呢 正规的抗病毒治疗 那么绝大部分病人病情都是可以控制的 有一部分病人在抗病毒治疗以后 可以大三样转身小三样 甚至表明很严有少数病人也可以得到应转 但是呢 并不是说像有些广告号来讲 祖传秘方啊 就随意就是说一些什么生物治疗啊 就可以应转 但是我觉得作为病人来讲 应该有病的话 最好到正规医院找专科的医生 给予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来进行一个系统的 所以再评定一个人 这个人都不合理啊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